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一件又是搞笑的事 香港政府說想新年幾天搞年長通關 究竟新年年長通關 究竟是幫助香港人 還是幫助國內旅客呢 這件事真的要想一想 如果大家未按訂閱的就先訂閱了 如果手還有時間的 按LIKE分享都無所謂的 想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新年延長通關 究竟是方便香港人不想 或是方便旅客可以回上去呢 如果是方便大家不想回下來的話 那即是怎樣 叫香港人不想消費 不會香港人消費呢 如果叫大陸國內的旅客 不過夜回到大陸即日 究竟是否能幫助香港呢 其實坦白說一句 有多少國內旅客新年 是否會來香港旅客呢 住得近的那些 不如在家裡過吧 住得遠的那些 就一定過夜啦 那這條計劃究竟是誰想出來的 真的要拉他出來打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香港人不想消費 是否會有大機會呢 還是旅客不過夜來香港 一日有大機會呢 在新年期間 那間是龍日新年 那些人都趕著回家過年過節 還要想著國內旅客 會在香港旅遊 但不過夜的想法 真是在哪裏來的 那再問一下 如果國內旅客來香港 但不過夜 那這樣幫到香港甚麼呢 幫到香港更加多倫樓 幫到實施 但肯定幫不了酒店熱 那究竟搞甚麼科呢 香港人大家都知道 最近不是逢假期才上大陸 上大陸消費已經成為香港 一個新模式 那香港人上大陸 可能是隔天的 未必一定是假期的 那你現在還說延長通關 那香港人回來又可以自由些 又可以長些的時間 本身我吃個晚飯 回來香港可能要吃個宵夜才回家 但你現在連宵夜都可以吃完才回香港 那究竟是否向香港的飲食熱潑冷水呢 那如果國內旅客 如果來到香港的都是住得近的啦 那基本上都在廣東省以內的啦 那他們下來香港一天遊 怎樣吃完早餐才下來 然後在香港 吃個中午 玩了夜晚 然後 就回去了 那酒店呢 那酒店呢 有哪個地方 國家不想留住那些旅客過夜才行的 是香港想起這些東西出來 重要啊 人流 是否真的夠才行的 那你 國內來香港的人 如果在新年期間 我相信一定不多 如果去旅遊那些 應該都是軟省睡啊 那些就比較多 你說如果一日來會的 我覺得 就會 不是那麼 多人啊 那今次 這件事 你說拿農曆新年來試行一下的 因為可能壓力沒那麼大啊 國關人流沒那麼多啊 其實可以試一試的 但是長遠來計 都是想想怎樣 留回一些旅客在香港 過夜好過啦 搞那麼多事 這些叫農民雙財啊 這次就跟大家說了那麼多 看看到時 真是甚麼 數據 我們才再跟大家聊一下啦 好 就這樣吧 大家 各位 拜拜 記得訂閱 和按鈴鐺 麻煩你 很需要你們訂閱 好 拜拜